好了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山东区大明湖的一位老板啊 3月18号今天就在刚刚啊 一个从2013年到2022年默默玩的九年梦幻西游的一个号 一边跑环啊一边跑宠宠啊 宠宠还没有满的情况下自己会打造的情况下 熟练度不高的情况下啊 用自己的名字打造熟练度 3999启提150无级别武器 这把武器啊相对于普通的无级别 首先枪的造型非常的牛逼 YYBS以国标526483爆了43点伤害除以个8 爆了5.3段的宝石 更重要的话它是双加啊 双加力量28耐力19极限的熔练呢是双加29 所以说力量能熔练一耐力能熔练10 我刚才给他算总商的时候没有熔练算板只算了9点啊 我说一个价格应该是比较保底的啊 就是75万应该是保数数的啊 这不会比75万的价格低啊 因为什么呢可以大家可以按照藏宝盒价格来搜索啊 枪的造型 总商啊加力耐的七百七十以上 所以说刚才给老板选了两款车 一个是奥迪斯兽巴 一个是啊 一个是啊 其实最主要的是兄弟们就看一下熟练度 老板你这个睡觉是什么时候起的摊位 这回睡不着觉了吧 卧擦 一切都要说这个啊 从这把武器开始 是这把武器激励出这把武器 是因为老板跑完得了个140啊 棒子书得了个140铁 一打他妈的啊 一生气是个白板 更他妈一生气再重新秒套熟铁 这一套熟铁一千多块钱下来 一千一百块钱下来 这家好了啊 咱们保底的价格是75啊 再除以个一千一啊 赚了六百八十一倍